自由時報要修理人嘛 這個修理到了余天的兒子 這個人就是那個嘛 台灣 台灣China嘛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是誰 因為自由時報也不知道那個人是誰啊 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他也不知道他是余祥全的女朋友 他只知道這個人姓陳啊 只要知道這個人姓陳 然後自稱叫做Amanda 他根本不知道他是誰啊 可是這新聞要做什麼做呢 就是那天主持人 你不在的時候 我講那個戰車的處理方法怎麼辦 找一個立委出來罵嘛 這找到了成癮 你們那天在談戰車的時候 我說你們幹嘛自己去修理 去找國防委員會的一個立委 這是我們慣用的新聞操作 那現在要修理這個台灣China怎麼修理 就找民進黨的立院黨團的幹部嘛 是誰 蔡同榮 李俊逸 陳寅啊 陳寅是幹事長 蘇紀長 對 蘇紀長 所以你說論當立委的年資 還有當在黨團的這個 當然是陳寅比較高 可是陳寅說謊的地方在哪裡 這個這一本韋哲兄就有了 這是今天的 他怎麼講呢 自由時報寫的 自由時報寫什麼 陳寅怎麼說呢 他說我如果是他跨虎余祥犬爸爸的話 所以表示什麼 表示陳寅說謊 陳寅修正了嘛 後來余天生氣了 他說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 不曉得你個鬼啊 那這也是 他當時是曉得的 他曉得啦 那陳寅就不是 不是善於這種操作的人嘛 這個叫什麼 就跟蔡同榮出來講 結果一發現說 原來是余祥犬的女朋友 沒有 我請問大家啦 如果這個是謝國良的女朋友還得了 那釘在牆壁上啦 你看 這跟英文好不好沒有關係 跟有沒有鬥點也沒有關係 可是自由時報 他今天說這個新聞很好要做怎麼辦 叫立委出來做 所以其實陳寅說謊 還有另外一個說謊的地方是 這是禮拜二的報紙 他禮拜一晚上就知道了 他早就知道了 早就知道了 這麼一回事 所以他應該早就知道是余祥犬的女朋友 不… 當時連自由時報都不知道是余祥犬的女朋友 對 他早就知道 而且他已經罵了嘛 這個女生 這個女生 他的講法都沒有變啊 因為我們 他在報紙上面就已經開始罵了 對 所以他是禮拜一晚上就罵了 但他講到他爸爸是電子沒禮 那是第二天的 被發現了 所以大家聽我講的 就知道說謊的人是陳寅嘛 發飆的人是余天嘛 受傷害是誰 就是民進黨 民進黨你在搞什麼鬼啊 好 我當時不是講偉德兄 然後害他們的是自由時報 因為偉德兄相對不重要 請蔡英文出來講 說你兩個立委 兩個立委是在無聲的